林委員好 包括我們的留學生等等傳播這個訊息 所以我想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台灣人在海外實力的延伸 我想僑委會在這個業務的目的上面 其實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再次跟僑委會這邊表達一個質疑 那我想因為我有閱讀整份過去的施政報告 提出來這一份 那我想裡面很清楚的最大的看起來的問題 面對的困難 大概第一個就錢不夠 錢很拮据 尤其在面對中國大陸的挑戰上面 相對更是困難 所以整份看起來其實感覺到有很大的壓力 僑委會感覺到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想剛剛前面幾位委員也有提到錢花在島口上的問題 那我還是不得不為這兩千三百萬人來問 就是說 所以我們是要去服務的這些人 到底定義上面 剛剛羅資政委員也有問到 那我在網路上面查了很多次 包括委員長有提到的說 我們是一個很幸運的國家 在海外有四千多萬僑民 那像這樣子的說法讓我會有一點疑慮 就是所以我們兩千萬人的納稅錢 要服務四千萬人當然會不夠 就是這個可能在全世界的國家也很少有這樣子 就是我們要服務的海外的人口 所謂的僑民是比本國大概是兩倍的人 我講的不是服務的人口 我講的是他四千多萬人其實是我們的戰略資源 我們可以利用他的人力 利用他的實力 回來幫忙台灣 所以定義上面啊 我覺得在這裡會有一點點危險的地方 就是我也聽到很多 就是出去的時候這些僑胞告訴我的一些狀況 剛剛幾位委員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華僑這個有目的性的 或是說他很厲害的在兩邊遊走 有的時候這個活動跟你申請 有的時候那個活動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僑務辦公室申請 然後加上他自己又是美國人 所以世界上很少有像我們 我們在台灣只有台灣的福利啊 我們辦活動大概就只能申請台灣的補助啊 但是在世界上有某一群人 而且他特別精心於這一種遊走的 他有的時候申請本國的 例如美國的 有的時候申請台灣的僑委會的 下一次就來申請 例如說我們一年不能給他太多次錢嘛 有的會這樣啊 我今天今年給你一次了 沒關係 他第二次就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僑務辦公室 而一群人 有心人士 他同時享有三個國家的納稅錢 這個是不是有一點點奇怪 我跟委員報告啊 我們僑務工作很大的一部分 我們是在交朋友 但是我們絕對不當冤大頭 我知道 放心 我們絕對不會 像那種狀況 就當冤大頭的狀況 我絕對不會幹 所以就是說像這個東西的定義要很清楚 就是說到底華僑是誰 那我想這個部分齁 因為在幾次的這個 我看到活動舉辦 都提到這個四千多萬的這個 我今天為什麼會提出來 我想也給委員長 是不是有個機會再講一下 你的四千多萬的定義 我知道它不是個法律名詞 但是畢竟納稅的錢怎麼花 這是個法律的過程 我想對我們這個四千多萬的人的一個最大的意義 我剛剛講這四千多萬的人 絕大部分是在東南亞的地區 那這四千多萬的人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喬生政策的主要的聲援的所在 我今天台灣缺人的時候 我要從他們這裡面去找一個優秀的年輕人回來台灣 就學就讀或是就業 那來補足我們台灣的人力 其實它是我們最大的人力資源 我想這個利益良善 我也不會覺得這是不對的事情 尤其我們現在自己少子化的狀況 如果能夠從國外去爭取優秀的人才來台灣 但是把它當成橋 或是這個定義上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我們在這邊通稱是華裔 我知道 所以在這邊就會 我覺得這個很危險 例如說 通稱為華裔就會造成你施政報告上面講的 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僑務的重疊 然後變成對立 剛剛講說第一位委員講的就是 陳丁菲委員在問的時候您所回答 就是馬總統說的兩岸的空前良好 在僑務上面工作並沒有這麼順利 那我想問 那如果照這樣子華裔的概念 一個籠統的概念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服務重疊的人 或爭取重疊的人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跟蒙古國也在爭取 同樣的蒙古裔的呢 蒙古裔算不算華裔 我只要問你 我們在目前為止 我們對蒙古那邊並沒有接觸 那其實 不是蒙古那邊 我說在外面的海外的蒙古人 很少很少 所以他們不算華裔 我印象裡面好像是 那藏人呢 海外的藏人算不算華裔 這個部分好像他們都沒有跟我們接觸 那海外的金族的人呢 金族就所謂的越南族 在中國裡面的這個族叫金族 他們在海外也有幾十萬人 我這個部分我很抱歉 我這個裁出學前 我沒有接觸過這部分 我沒有接觸過這部分 海外的維吾爾族呢 我們有沒有跟哈薩克在爭取 海外的維吾爾族的人的喬社 這部分我們也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只剩漢人嘛 講到最後就是海外的漢人 那這個就非常的種族主義了 也就是說 我們的喬社對象就是華裔 但是什麼叫華裔 不太清楚 結果我現在一問 就剩漢人 對不對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 我必須說 這中間也有點弔詭的地方 譬如說 你剛剛擠的那幾個族裔裡面 假如他哪有中華民國的護照 那當然是我們服務的 所以這就是 整件事情 為什麼變成跟人家重疊 我們如果要落實 本來僑委會的目的的話 就會變成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搶 如果搶不贏的時候 事實上按照這樣的例子的話 變成要去跟蒙古國搶 因為反正還沒人跟他們搶 所以乾脆跟他們搶人好了 因為他也算是廣義的 如果的這種華裔的嘛 我想 要怎麼辦 在整個那個 我們這個喬武的施政推動裡面 我們自己要拿捏自己的 哪一個部分是對我們有利的部分 因為政府是依法行政 結果華裔不是一個法律名詞 這就是我剛剛講說 這是我覺得最後錢 都會浪費在跟人家爭取 重疊的人的地方 我現在在講就是說 如果華裔是一個籠統的血統的名詞 變成是漢族的概念的話 那又更危險 那我們台灣的原住民族的納稅錢 為什麼要去服務海外的漢人 那更廣義的來講 我按照這個原住民 原民會的這個網站上面 原住民的定義 南島語性民族是指 分布在東南亞 中南半島 馬來半島上面 以及印度 洋中 太平洋島嶼的族群 這廣闊海島 海域與島嶼 東到南美洲西方的復活島 西到非洲的東岸的馬達加斯加 北起台灣 南到紐西蘭 包括印尼 菲律賓馬來西亞 新幾內亞 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民族 總人口有兩億 也就是這些也是我們的僑胞了 應該是 按照用協統論的話 我們在台灣的協統的話 這個比四千萬人還多 這有兩億人 是不是變成我們的人才庫更大 我們應該要爭取兩億人 這些跟我們的原住民族一樣的 這一群人 我在想 這個地方 我必須跟委員報告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在服務這些人的話 我們的重點是 能夠把他回歸 他的力量能夠化為我所用 我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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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人我拉住他當朋友 但他可以幫忙我的 幫忙台灣 其實委員長 你講的這些部分 其實我也支持也認同 就是只是說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 如果把用一個不是法律名詞的方式 來定義我們的法律上面的納稅錢 要怎麼用 就容易掉到很多的陷阱 例如一下子要跟中國搶人 一下子要可能變成 如果利益良善的話 變成要跟蒙古國搶人 甚至於我們有的原住民 我們的原住民同胞可以出來說 為什麼你就可以服務 四千萬的漢人 那我們兩億的原住民族的同胞呢 我們要不要爭取那邊 我也認識菲律賓非常優秀的人才 認識印尼非常優秀的人才 認識馬達加斯加非常優秀的人才 我們的僑委會為什麼不把錢去馬達加斯加 爭取那邊的公民來我們這邊留學呢 或是來當我們的僑生呢 正是因為我們的僑胞是一個完全不是法律的名詞 導致我們要依法來服務的納稅錢 變成服務在一個模糊的概念 然後整天變得要跟中國對立 我不希望要跟中國對立 我也不想要跟菲律賓搶人 所以我在這邊最後 我其實是在幫委員長一個忙啦 就是我覺得讓大家的工作更清楚 要不然有時候你要宣傳不知道對誰宣傳 所以最後我想也這個 這個延續剛剛羅委員講的 我希望可以提一個報告 就是建議怎麼樣的定義可以更清楚 讓我們的僑胞變一個法律名詞 那讓台灣人的納稅錢花在刀口上 而不是想辦法去跟別人爭同一群人的 這個人才資源啦 謝謝 感謝 謝謝委員的指教